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范先生 我们除了在美中贸易战下 台湾问题有一些变化之外 另外一个地方 大家比较热闹的 那就是朝鲜半岛 我看到美方的一个报道 就是我们国务卿 蓬佩奥刚刚从朝鲜回来 似乎他说谈得很好 甚至他也跟金正恩当面 提出了第二次 朝美高峰会 也就是说 当时川普总统会第二次再见金正恩 想具体落实朝鲜的 无核化的问题 我特别看到这个新闻报道 除了美方表达了比较乐观以外 朝鲜特别开心 我就是搞不懂 这个东西到底是会谈成什么样 现在 因为现在朝核问题 朝鲜是提出了自己的保障 但是美国没落实自己的承诺 也就是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而且当然美国不会援助朝鲜 但是解除朝鲜制裁 是需要美国主动提案的 因为这是联合国的提议 美国任何人提了 美国只要否决 提案是过不去的 您认为现在的朝核问题 未来的发展 会不会朝向朝鲜弃核 美国解除经济制裁 甚至向朝鲜所期待的朝美 朝向外交正常化迈进 有可能吗 看目前的形势 是会向着这个方向走 因为其实我们城里面 看得很清楚 这个金正恩和文在寅两个 谈在一起 很多达到协议以后 意思就是讲说朝鲜 朝鲜都是朝鲜出 他们两方面 对两边互相帮助是很清楚的 而且你两个老百姓 互相之间没有对抗 都愿意把自己朝鲜搞好 你在这种力量下面 其实别的国家 对你很难动些什么东西 人家看你都是你分裂的时候 我来利用你的这种情况 你如果自己不分裂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好很多 那么对金正恩来讲 他也很清楚 我现在以前花了那么多时间 在朝核在其他方面 我对自己国内的经济 现在有很多问题 我必须要解决了 因为朝鲜很有意思 它这个国家虽然是 每个方面都很落后 但是它的矿产 它什么都有 它的连釉矿产量非常多 稀有金属也多 所以它这方面 它是一个老天使 对它蛮得天独厚的 如果它能够和南韩 南韩比它工商业发达很多 南韩如果能够合作在一起 对南韩对北朝鲜都要太大好处 因为北朝鲜可以发展 南韩可以把它资金都可以用出来 而且它的市场可以大很多 所以这就叫做两个人两边都有好处 而且两边一谈即合 以前是因为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会使得金正恩慢慢慢慢步向飞核 他就搞核干什么 核的目的其实是保护自己 如果现在这个自己开始积极可以发展 而且尤其是这个南韩 俄罗斯 中国都可以给它一些保证的时候 它当然希望从这方面走 但它当然它这个人 也不是个傻瓜 它讲你美国可以 你不放多少 我也放多少 那么一步步来 美国现在 美国这一次 其实它也得了很大的教训 它发现很多事情 我在全世界搞很多东西 其实得出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然后南朝鲜 北朝鲜这个问题 我把它解决掉以后 对美国没换处 但是从目前看 现在朝鲜的问题 现在美朝鲜现在的 他们之间的争议 已经不再是 是不是去核的问题了 是 朝鲜已经做了一些动作 包括炸掉了一个核设施的洞口 也不再试射中长城飞弹 这次70周年阅兵的时候 也没有终于咬弹的出现 已经基本上是在向国际社会 传达一个正面信息 就是我愿意遵守 我向国际社会表达的一个承诺 但是问题在这样 到现在为止 美国迟迟没有对朝鲜的制裁 解除得上 美国做出自己的承诺 或者说有具体的动作 我们驻联合国大使 我们这位女性的大使 她也在表达了 她一直在说 朝鲜你得先告诉我 你拿出你的契合方案 然后我们再考虑解除对你的制裁 说到现在朝鲜说了 你不解除我制裁 我当然不能够去把核武器就放弃了 我放弃核武器了 你不给东西 或者你不解除制裁 那我不是全是白做了吗 所以到底先有鸡还有蛋 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这一次 似乎两方双方谈得不错 现在还得酝酿 第二次的高峰会 问题在这 美国在朝鲜半岛的 真正的战略利益是什么 去核固然符合美国 长期以来的核不扩散的 这样一个外交立场 但仅仅如此吗 它在朝鲜半岛 它真正的 就是说它这么大的力度 介入朝核问题 它想得到什么 这个对美国来讲 就是真的看美国了 美国其实派那么多军队 在住在南韩 然后又放了那么多的 什么各种政策仪器 其他的目的 其实就是在中国和俄罗斯 就是说我在南韩 我就可以控制住 这三个地方 当然北韩也在里头 但是现在开始 情况有点变化 变化以后 你美国要怎么处理 很多事情 美国也 其实美国自己也发现了 我在韩国放了两万九千军队 真的是一个 等于我把我的肉拿去给你 要当这个人质 要人质了 所以我 如果美国 它想得清楚 它也很多人建议 我这个军队以后要拆火了 放到 或者放到这个日本 它曾经说过 我们当的时候 我们曾经车祸 对 这个时候它要做的 因为要不然 它这样就是被人家威胁 也太厉害了 你这批人 快三万人 人家讲说 我丢个原子弹 你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 它会撤出去 当然它 对美国来讲 现在因为它 我无所谓嘛 我早一点晚一点都不严重 我看我能够 你能够退让多少 我就做多少 我绝对不会先主动 来做这个东西 没有必要嘛 我为什么要主动先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慢慢开始变成 比较这个慢一点 但是你看到 蓬佩奥到北朝鲜去 谈了些事情 谈了又不错 所以意思就是讲说 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做 就是说你也要退让人先 然后我也退让人先 北朝鲜 所以你对美国进不进运 无所谓了 因为南海会给它 中国给它 俄罗斯也给它 所以它现在目前问题不大 石油带液也有了 水啊什么都都有 它就慢慢发展就是了 而且一谈了做生意 南韩是高兴得不得了 马上人全去了 这时候文在寅 带了他所有 就无大公司的头子 全在那个地方 而且大家都很有兴趣 而且因为南韩也有些 产能过剩嘛 刚好就放到北朝鲜去 所以这就是两边都可以和好 我倒觉得这个整个来讲 朝鲜半岛的问题 现在目前看到是 走到比较好的一方面去 那么美国要放多少 能够做多少 美国也不像太快嘛 我一步步来 我在那边还是有 整个这个步骤在那边 我军队也在那边 我想做什么 我还可以还可以做 临时我还可以干一些 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想美国也应该看得很清楚 都没有觉得有点变动 日本也有点变动 南韩 日本 中国 这三国家可能会把他那个 自贸区 自贸区把它谈出来 谈出来以后美国 本来美国花了那么多时间 要阻拦你的 是要看看阻拦不了的 那么很简单 就是顺水推舟嘛 对不对 那我也参加一咖嘛 一起进来做 这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我觉得里面真的讲 真的占大便宜的 还是我们这位金山胖 金山胖 但我觉得他这方面 能力真的蛮厉害的 他可以把一个美国 耍得这么 这么 这么 情况变成美国 拿来没办法 不过也就反过来讲 你美国现在把金山胖搞定吧 你再来搞中国吧 对不对 你连金山胖你都搞不定 你想你觉得 我一次可以把中国搞定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这点我觉得对美国 都会有整个的一些变化 然后再加上美国 现在其中选 其中选就完了以后 这件事情其实 全面的美国都要重新做了 美国如果不重新做的话 它就变成完全 就像打威胁 它完全落到下手去了 但是现在潮核问题的复杂性 当然这里面有朝鲜弃核的问题 朝鲜弃核实际来讲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就是朝鲜有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美国对它的承诺 当我核武器长征飞弹 我都放弃了 你哪天你一翻脸 从南韩飞机直接就过来了 我是不是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而且从目前看 在美国在过去几十年 在契核当中 主动放弃这些资源的 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利比亚 一个南非 南非是因为有一个曼德拉 曼德拉它执政之后 它西方支持它 它必须要投逃暴力 所以它放弃了 利比亚大家都看到了 卡纳飞放弃的结果 那就是连命都没了 金三胖 比如说金正恩 虽然他有一个国家 但是更大程度上 还是在说 仅仅美国国务卿的几次 对朝鲜的访问 就能化解两国之年 长达几十年 七八十年的这种不信任 恐怕国际社会 也不敢这么乐观 所以北朝鲜他希望要 俄罗斯也介入 中国也介入 这两个国家和你美国一起来保证我的安全 意思就是你美国要是变得点 我从中国俄罗斯还是可以拿到这些东西 希望他要拿到中国和俄罗斯对它的安全成立 是 是 是 他也在等这些东西 反正他也不急 现在我先和南朝鲜 先从南韩先开始合作 经济也不是一天就解决 对不对 也得要花这个十年二十年 然后开始你 真的开始把这个经济搞起来以后 其他东西 其实也就是水到渠成 你已经达到那个地步以后 对美国来讲 他也不太可能了 亲历你什么东西 以后他才愿意放弃 他也放弃不来 说到根本 其实还是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 到底是什么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一下